先別死喔 各位 讓盧修斯 讓盧修斯 怎麼還是死一隻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說 第七章這邊這麼好處 因為對面出的一些普通的怪物 都是一些阿西巴拉的這個西瓜 西瓜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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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一隻 這一隻拿盾拿槍的 看起來沒什麼用的守衛 耀光帝國有一隻火槍兵吧 拿火槍的老頭 跟一隻就是貝琳達 這兩隻比較恐怖 不行不行 那隻艾斯特瑞達太痛了 經過無數次的淬煉 無數次的侮辱 我終於研發出 千萬要替女妖製造機會啊 聖光 護體 嗨 大家好 我是辣椒 今天呢要來帶大家看 第七章的後面這幾關 從七隻三十六開始 聽說第七章 這個章節是蠻便當蠻好過的 但我相信他還是有一定的難度 裡面主要的種族就是 耀光帝國 在七隻三十六這一章我卡了很久 決定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知道是我太爛呢 還是我太沒天分 whatever 不管 那我只能說 我的隊伍平均等級呢 都是一百等 裝備呢也沒特別買過 都是一些紙裝啊 藍裝啊 那 最後 我面對這一個關卡 有四隻金色角色 讓我們來 看下去 這一關對我來講 最大的挑戰在於 盧修斯第一個大絕出來 不能有任何人死掉 一旦死掉 對方迅速回復能量 我就要被他們大絕拷爆 我跟控場 漂亮 盧修斯差一點點 先別死喔各位 讓盧修斯 讓盧修斯 怎麼還是死一隻 沒關係 哎呀哎呀 現在是一個三對三的局面 可以嗎 喔對面殘血 先讓那一隻法師 先讓那一隻法師死掉了 現在是一個三對二的局面 妖技 雷電 嗚呼 驚 血 通 彎 我只有兩隻精英家的角色 搭配三隻 我抽不到精英的角色 沒辦法進行進化的角色 用的也都是紙裝 沒有任何一件金裝 算我幸運啦 因為其實 那不是每一次打都會滾 接下來應該可以 這樣一路到 七之四十 如果七之四十打不過 我又要換一個隊員 這遊戲就是這麼的好玩 這麼的不無腦 動動你的智慧 更換一點角色配置 每一場都會是不一樣的 三不轉 路轉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說 第七章這邊這麼好玩 因為對面出的一些普通的怪物 都是一些 阿西巴拉的這個 西瓜 西瓜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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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一隻 這一隻拿盾拿槍的 看起來沒什麼用的守衛 破根 破根就 還好啦 這一關比較恐怖的 我就覺得應該是那種 妖光帝國有一隻火槍兵吧 拿火槍的老頭 跟一隻就是貝琳達 這兩隻比較恐怖 可以嗎各位 還行嗎 待會就要打王了喔 我們這場要好好熱身喔 喔我電腦這邊快爆了 越跑越慢 還會lag 瘋狂連續電擊 看來貝琳達已經準備好 面臨下一關的挑戰 沒有問題 這應該是最後一關了吧 最後一關 居然是艾斯特瑞達 當老大 OK 看起來也是一場硬仗 不用看了 還是要打 GO 撐住撐住 明修師 大家都在等你的大絕 呃啊我先死兩隻 喔 欸不行不行 那隻艾斯特瑞達太痛了 哇 完全不夠他們打 好的 各位 經過無數次的淬煉 無數次的侮辱 我終於 研發出 可能通關的隊伍了 OK 就靠我們的女妖了 上吧 啊 撐住啊隊友 千萬要替女妖製造機會啊 好 開啟大絕 吸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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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西 睡得剛剛好 再吸一次 烏修師 不要倒 再給我們一個大絕 聖光 酷梯 哈哈哈 哦 媽媽咪啊 終於過了 哦 完成第七張所有關卡 我沒有看錯 各位沒有看錯 我們正式進入第八張 下一個章節 來人堡壘 掰掰 班提斯 我來囉 OK 可能有些人會認為說 靠 這樣才通過第七張 什麼什麼 我早就過了什麼 不是 我要說的重點是 我只有兩隻精英家 我用的也全部都是紙裝 也沒有任何一件精裝 真的打的頭有過痛的 OK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順利通關 來到第八張了 第八張聽說會很卡哦 那 今後再來挑戰看看吧 好了 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影片的朋友們 千萬不要忘記 按讚 訂閱 及分享哦 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您的收看 與支持 永遠是我最大的原動力 我是辣椒 我們下次見 掰掰